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会为各位介绍 相片大师11的新功能 2019年9月的版本 就是相片大师11 还有相片大师365的更新 主要是三大部分 第一个是AI的功能 更多的特效跟最佳的内容 更强大的图层编辑工具 所以AI的功能 里头包括几点 第一个是我们有AI硬术风格 再来第二个是我们加入了 雾片式的功能 让使用者可以更轻松的管理 这些家团的活动的照片 第三个就是一个新功能 是AI的智慧训服务 首先我们看一下AI艺术风格 它就是可以在相片大师里头 去讨论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服饰柜 或者是油画的效果 除了这个内建特效以外 我们要提供额外的套件包 套件包就是 如果是买罐的用户 它们挑单独购买 但是对于订阅用户的话 它就可以免费取用 我们所有推出过套件包 所以可以做出这样子 像是水彩化的效果 或者是像是这些经典的油画效果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笔述 或者是色彩 都非常的自然 我们现在今年初 举办了一个相片竞赛 让我们使用者用相片大师来做 这是第一名的作品 它是一个Sofar客人 它做的 就是透过AI艺术风格 来把捷克的一个古堡做的特效 再来第二个功能 就是我们所谓的脸部辨视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那有非常多是我自己的私人照片 比如说我的婚礼 我的一些公司的活动等等 那不管说是我这个比较近期的照片 戴着这个 你现在的这副眼镜 这些照片 最初的也怕 那或者是我戴这个太阳眼镜 它也认得出来 那甚至旁边 像这个是我一睡的时候照的照片 它去抓这个特性也可以抓住 这是我 那旁边也可以看到一些是我高中时候的照片 那下一个功能叫做AI去模糊 那它就是在我们领导连修工具里头 可以看到一个模糊 去模糊的工具 那套用之后呢 我们就透过AI把本来模糊的照片 变得很清晰 所以比方说这个滑板上 你就可以看到它变得非常的清晰 那这张就特别明显 OK 那这个呢 我们就是透过AI的机器学习 去学习非常多这个模糊的 跟稳定的影像中间的差别之后 那之后呢 再把照片丢进去 它就可以侦测出 这个地方是模糊的 那要去让它去模糊 要怎么去处理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新的AI功能 就是AI的去模糊 好 那下面大事 第二大块呢 就是更多的这个特效跟追加内容 包括有一个新的生产字画特效 然后还有一些额外的淘结像相框 跟美容图案 那色彩之外特效呢 我们要是在导映工具里头 可以看到 我们里头有这个所谓的 相片特效 那选择色彩特效 就可以看到一个色彩质画 那色彩之外 这样简单 就是在我照片里头呢 我可以去用我的滑板工具 去选取我照片的一个点 比方说 我想把这机灰车 变成是绿色的 我就可以看到选取之后 他就可以去做这个颜色变化 那可能车门跟引擎架上面 有些不完整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再用这家的工具 追加选取 OK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被选取的部分 因为他是用颜色 所以背景有些像墙的地方 有被选到 那这时候不用担心 你可以用这像比方工具 去做图画 把这个额外选取的部分涂掉 OK 那就可以打造出一张 像这样色彩之外的照片 本来是红色的金轨车 然后他就可以跟上是绿色的金轨车 那在图层的变成工具里头 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新版本 再加上是文字的写角跟浮雕特效 文官区效果 那另外很多使用者 在做图层的编辑的时候 他需要去做到群组 筛选或者一些物件的对齐 所以我们在这个版本的项面大师里头 也都把这些功能加上去 那这个是我们图层的一个编辑工具 它在机械编辑里头 可以看到这首边这边是我的图层的这个layer的选担 那正中间的部分呢就是我的画布 那有一个我还蛮就用图层的工具 就是我可以在那边启用浏览器 浏览器呢就可以看到我在这个专案里头要用的所有的素材 就可以用多拉放的方式来进行编辑 那右边就是它的工具列 所以像是我有选取工具啊 或者是画笔工具 橡笔擦或形状 或者是文字工具 那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一系列的领导师编辑工具 比方说我们想要做相片里头的人像美化 要做柔乎要做瘦身 或者是套用一些相片的特效 像是我要加上AI的风格 或者我要加上他们的色彩之外的特效 那另外呢我也可以在这边使用像是去模糊的效果 或做简单的去背 那也可以在这边去选择像是要加上涂光莫浮水域 那这右边这边大家会看到一堂按钮 这个是我的这个调整图层 就是我可以针对每个图层去调整它的颜色 那当然在这里头呢 我也可以去使用刚刚的这个美容图案的贴图的资料图 那使用图层编辑呢 我们都是用拖拉放的 所以比方说我在背景加上一个背景的图层 加上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天空有点平淡 所以我就可以进到我的领导室编修工具里面 去使用黑暗艺术风格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去套用不同 像秋山化啦 浮世卫 或者是套用水彩的效果 那我现在这有点强 所以我把它转成淡一点点 然后就把这一个图层编辑完了 那接着我就放上一个这个碳底熊的照片 我想追了续这个动作 那用这个圈圈笔刷很快去选 那大家有去过这样的图片 就知道边缘非常难处理 所以我们有一个边缘微调的笔刷 只要沿着边缘刷一圈 它就可以把这个边缘的部分去得非常安静 你放大看 这个看你熊的边缘就变得很安静 那把它按了确定之后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图层上面加上一个遮罩 然后把它做虚媚的动作 再调整大小 那调整完之后 我就可以加上一些其他部件 比如桌面啊 然后加上一些奶瓶啊 然后加上一个可爱小孩 这是我儿子啊 他快三个月了 我就把它放上一个正中间 那它看起来这个肤色有点暗沉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使用它调整图层 就是它里头非常多的调色工具 你帮我去调整一下它的曝光值 让它看起来比较明亮一点 那就按返回就回到我们工作区了 那接着呢 我就可以在图层上面加上一些这个文字 那我们呢 这次有非常多的这个图层特效 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图层属性里头去加上像是 或者是定义 或者是加上冰光 一个天色的冰光 那另外呢 这是这一版新增加的斜角 跟浮标的特效 如果想做粒体字的话 就可以用这些特效 来做出粒体字的感觉 确定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回到图层 那接着呢 我想加上一个像Netflix的logo 但是为了版权问题 我打假资 我打Netflix 然后就可以套用像这样子的 这个面型特效 就可以很快的时间做出一个像这样子的案例 那加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进到快速图层的范本 这是 下面它是一个独特的功能 它就是一个这个 多图层的专案 所以里头包括这些文字啊 特效物件啊 或者是我们的特效等等 那就可以在这边去套用这些效果 看哪个效果是跟这个相片比较合 确定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加进去 就看到图层边这边 加上非常多的图层物件 那最后再加上一个简单的贴图 就可以完成像这样子一张照片 那你看刚刚呢 我大概短短的花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大家如果有常用ForeShop 或这样流程 就知道它不要花非常多时间去处理一下去备 去找素材等等 那我们就希望呢 透过这样一个整合式的一站式的界面 把所有的工具都整合在浮层编辑界面里头 让它可以完成快速的编辑 好 那以上相片大师的介绍 那相片大师这个版本呢 我们有包含365的订阅版 跟这个一般的极致版 就是买断版本 那价格呢 分别是1500元 12个月年约制 或者你可以选择月租至450元 所以可以看到你1500元来说的话呢 他每个月大概是125块 150块大概是一杯星巴克的黑咖啡 这样的价格 就可以用相片大师 ok 那如果你要选择买断的话 就是一元2980 那它主要差别就是 相片大师的订阅版呢 我们刚刚这些 他们像是图层版本啦 AI特效啦 或者是天图啦 边框等等的 以买段版都得要额外购买 但是订阅版 在订阅期间 都可以无限制的取用 还有一点照片明显 就是很多人用相片 会去编这个 幻灯片的影片 所以在这里头呢 我们有提供 超过150首的配置预约 让这些相片大师的使用者 如果要输出 幻灯后的影片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用这个配置预约